照片中病患全身麻醉 毫無意識 頭朝下進行開爐手術 一旁醫護人員穿著全套旁針衣 小心翼翼開刀 這樣的畫面 竟然被一位實習護理師 頭排下來投上網 還大啦啦的寫著 第一次看到大腦心情好激動 讓現職護理師看不下去 直呼太誇張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每個人的隱私權 那醫護人員是不應該 有這樣子的行為的 因為我本身也是護理人員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行為 是非常可恥的 也建議依照著醫師的指示 趁早接受切片 北醫頭排事件還不止這一期 2015年乳房民醫就被踢爆 在促診的時候頭排病患 其他還有亞東醫院 2011年護理師公開病患 剖腹後搶救的照片 2014年台東馬街醫院 也有護理師公開手術照片 更誇張的還有這一期 2015年台北三種 為了忘年晚會所拍的哭手影片 也是直接在開刀房裡面拍照 誇張的動作和戲虐歌詞 引發民眾反彈聲浪 全身麻醉 毫無知覺被人動了什麼手腳 也無法抵抗 因此根據統計手術中最常出現 突然更換主治醫師等 不可醫療常規的行為 還有層出不窮的拍照打卡行為 侵害隱私權 嚴重違反個資法 最高可以罰20萬元 遷害兩年以下的刑責 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 跟前科的記錄 這個是屬於 那這個高度飲食資料 基本上是不能夠被收集 利用處處理的 現在人什麼都po網 什麼都不奇怪 但如果不分場和卵拍照 除了違反醫療倫理 恐怕還會吃傷勞飯 記者正人中 萬千華台北報導